長委員你好 從早上呢現在 你有沒有想過說 你本來應該得到掌聲呢 我沒有啦 其實做那個事情 其實都不是為掌聲 而是確實就是發自內心 看到那些情況 我的意思是說 你的利益是這樣的美好 我相信你的用意是好的 我個人 就是說在那麼 下雨的天氣裡面 發現了這個我們學生 有一些意見要表達 那麼從教育部的立場提出關心 我想 這一個應該是要給讚賞的 謝謝 結果沒有想到 演變成這樣子 那麼今天我想早上到現在 各位委員 也提出很多看法 跟意見 你個人也一再的澄清 你的利益是 本主義關心學生的這個立場 我個人也在想 如果說當學生 有些活動我們教育部 不表達關心 對嗎 如果今天你不提出 這樣一個關懷的看法 然後如果有什麼狀況發生 那麼教育部的立場又擺在哪裡呢 所以從這一點來講 我覺得你的這個關心 是對的 但是問題出現在說 為什麼會變成這樣子 你個人呢 對我覺得是說這個關心 應該確實在實現上面 確實出了狀況 就是說我想當公務也非常繁忙 每次的輿情看到這樣的狀況 就提醒來說 請同仁們應該做一些適當的處理 那這個適當的處理 顯然事實上沒有到位 可能是有落差 未來我們也在我們的社會這個環境下面 就是說表達關心 可能確實要用更謹慎 更精緻的方式來做 可能表達關心的方式 可能就像如同剛剛談的 說是不是到現場去關心一下 當然我是不是有想過這個到現場去 事實上也做過思考 那時候覺得說 從學的情緒也是比較激昂的 那不是現在直接是面對教育的一個事物 所以我也聽到部長講 你要從今天的過程當中 你也願意去檢討 我們會有什麼機制 我們會甚至檢討 以後希望在這樣子的互動上面 我希望學校還是要持續的關注學校 這個也是校外活動的一個環節 學校就不去關注 當然因為這個要拿捏得很適當 真的很不容易 我想我們這個社會 還需要進一步的成長 因為現在這個社會多元 那麼我部裡面或者是整個社會部委員 都很支持我們這個學生 參與社會的公共議題的一個活動 跟討論 我想這一部分是無庸置疑的 包括我們教育委員會所有委員 也都一直強烈要求 教育部在這個區塊不要去限制到 我們學生的言論的自由 還有讓他們有發揮的空間 當然因為每一個動作的解讀 跟認知角度不一樣 那麼感受壓力來源也不一樣 所以部裡面在做這些事情 其實真的是有必要深刻的去聯想 對我想我們會謝謝委員的指責 可能有的人覺得這個關心是OK的 可能有的家長認為你這個關心是有角度的 所以在這個部分拿捏 你們真的要做一個總檢討 另外我們現在教育部的組織章程裡面 信義委員會還存在 信義委員會現在還存在 可是我們未來會合併 未來有學生跟特教 學生事務跟特教 對對就併在一起了 我今天聽到早上 我覺得信義委員會 就是因為信義委員會 這個名詞去發這個 才引起那麼大的議題 當然它有一個歷史的背景 在我們以前信義委員會 可能在過往的我們教育的 人間教育改革的過程當中 它存在了一定的價值 但是相對的 它也可能產生了某一些制約 給社會很多不同角度的一個觀感 其實信義委員會 不只在這事情 今天這事情出過問題 我記得我們去查資料 在九十一年 我們這個清大跟交大 有辦過一個兩校傳統的梅竹賽 有一個千人接吻大賽 那麼還有陳大辦的一個 花內褲的鐵人三項 那時候的信義委員會 照樣發了一個公文 做了一些指示 我要講的就是說 整個社會的大變遷 整個時代的潮流 學生的創意 跟信義委員會的認知 可能是不一樣的 對 但是我們沒有跟著潮流在走 所以變成我們所做的動作 可能是出自於好意啊 可是對學生來講 就是被對他們創意的一個壓抑 所以類似這樣東西 今天發生的問題 信義委員會今天做這樣一個 當然 當然我也相信他可能出發點是真的也是 因為聽到部長這樣指示 所以他去關心 那關心的角度跟解讀不一樣的 產生這樣不同的效果 我建議啊 部長啊 我們真的要徹底的從制度面來考慮 我想凡事有所為有所不為啊 都是很有智慧的啊 我想我也從這次的這個事件上 學到很多的教訓 我們會積極的來看待 就是說即便是有善意的一個出發 可是產生的效果很可能對 我剛剛也對同學表達 建議的意思就是說 對他們產生的就是 就是有他認為有不利的影響嘛 那這部分我感同身受 我也願意在這個基礎上 讓未來我們更謹慎的來有所為 部長這裡我導師要請教一下 是 新議委員會在我們未來的組織裡面是改了 但是新議委員會 原先所擔負的一些功能跟角色 他們的轉換能不能隨著我們組織改造 去轉換大家對相關功能的一個認知印象 其實我想就是在學校裡面 你看以前叫訓導處 現在也變成學務處了嘛 學生事務 所以說我們整個未來這幾個組織 特教跟這些中整的成為學生事務 跟特殊教育師啊 其實也就是看待的 比較是從這個 從一個學生的輔導 而不是訓導的角度來看 跟學生的互動 建立學生的職業的發展 各方面 其實在大的方向上 不只是名稱改變了 其實作為上也應該會有適當的挑戰 我的意思是說 當然今天我們整個 整個教育部的組織已經 結構上不一樣 對 主改以後 結構上不一樣 觀念思想上 也要跟著 跟上來 做一個調整 這個恐怕是 部長您現在最大的任務 當然 你在任內 其實講真的 今天這事情 我看給你是很大的打擊啊 而且也是真的 應該 心裡面感受很強 我想一個善意的東西 要透過一個 很 一個很適當的技巧 才能夠把它 得到一個最好的效果 當然很多委員也關心到 今天教育部要做的事情 其實 最近 你們也很多事情在推動 特別像 其實上個禮拜的 我本來要問的 就是 我們計時教育 我們 我們聽到你的報告 我們覺得真的是跟著 看到我們現在 產協之間的關係 你們提出了一個 兩百億的計畫 對 所以像這一類的問題啊 是針對時下 我們教育 真正要解決的 包括學生 他完成他學業之後 跟產業 跟就業部分的連結 我想這一部分啊 也是大家都要去關注的 在技職教育的 技職改造的這兩百億啊 技職再造 這兩百億啊 我希望說 這個 部長要花更多的心力 然後要注意 更均衡的發展 是是是 謝謝 我這裡還有另外一個議題 是 其實剛剛黃之雄委員提過了 我不知道 我們上個月啊 你看看 上個月 你看看 上個月 我們 學生自殺的案件 11月3號 台中 技術學院 19歲 11月17號 國立中正大學的 女學生 1年幾 也是從宿舍 墜樓 26號 是 淡江大學 南洋校園 跟東吳大學 兩個學生 親生 28號 我們科技大學 一個科興學生 也是在七樓啊 這個 割碗自殺 30號 遠東 到12月1號 昨天 12月1號 18歲的高四重考生啊 也是從補習班 這個 可能 我看報導是說 可能醫科考不上 就跳下來 所以類似這樣問題 我記得 我在上 三個會期也提過啊 就是 學生 親生的問題 其實跟他在學校 在學業上 各方面都有 很密切的關係 我上次也請部長說 就這個區塊 你們 是不是有個 比較完整的一個關注 或者是 比較完整的一個輔導 結果你看 我看到 我們這個統計資料 看起來是很 很嚇人的 我想這個可以從幾個面向來做啦 一個當然是生命教育啊 從小到大的 對生命的尊重 部長您商機也是這樣講 我是要講的時候 您現在在這個區塊 有沒有比較 比較具體的一個做法 另外一個環節 就是說 我也希望就是說 各個學校在 在輔導老師的 心理輔導的 諮商的這個配置 要更完全 在中央大學那時候 我就感受到了 從早年可能只有兩三位 後來需要十幾位 因為學生 因為處於這樣更多元的社會 部長您 您現在現在 覺得現在的配置 有沒有完全 我們現在的配置 我想是有不足的 那你準備怎麼改善呢 在輔導的這一方面 我想我們要持續的 要投入資源 要讓各個學校 輔導 諮商的 心理諮商的這些 配置啊 應該要更完全 我想我們願意在 也正在這個主改的 這個過程中間 我們新的資源 從學生事務 或從各個面向 是不是可以投入 更多的資源來做 在資源的調配上 我想我願意進一步的 再來看待這個事情 其實某一個 實質的要做好輔導 導師的功能 進一步的強化也要 因為導師 每個導師 會帶十幾個幾十個學生 這一些 互動我想也應該強化 先從導師 有所作為 再從 心理諮商 這部分也有所作為 長期的生命教育的推動 我想幾個面向都來做 部長我想 從你每一次的答詢當中 其實你的整個方向性都很正確 但是我們現在比較關切的說 你這樣的一個想法 剛剛您報告的 就是說從這個導師開始 到這個專業的 輔導老師的這樣的一個配置 我覺得只有這樣一個方向 跟理想是不足的 而是必須要提出一個 很具體的一個配套方案 那麼不管從經費 如果不足你們要去籌設 因為我想上個會期 我也就這個問題提出過了 那我們發現這個問題 並好像沒有很大的改善 那就表示說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到底是不是真的有落實 在這個區塊 部長我想 你應該專門針對這個 因為這個社會現象是 幾乎你看 三五天就發生一次 三五天都發生一次 我想整個 包括學生家長也都會擔心 這種趨勢的一個發展 不過部長在這個區塊 我總覺得 這一部分你們要花更多的心力 好我一定很努力的來 剛才委員已經第二次指證了 好我想我會請他們成立一個專案 把這個事情所有的配套的方案 最快的時間 我希望說你把整個專案做出來以後 有一封報告能夠給我 好我們來共同來對這件事情 做一些關注跟檢查 好謝謝部長 謝謝